是3月26日 前一天 食藥署當天就去採檢 可是食藥署為什麼之前是陰性 因為食藥署取到的檢子的東西 都是3月26日的 後來 3月24日採出來的這些東西 本來是在培養細菌 可是當然沒有養出我們常見的細菌 養了一個禮拜 沒有養出來之後 衛生局局長 陳局長就很聰明 想到說 我們一直找不到這個來源 因為我們知道跟這家店 A13的店很有關係 可是你沒有直接證據 你沒有說這家店裡面曾經有測到這個毒素 所以後來我們把檢店的禮拜提到之後 就在給我們四個檢查 包括有一個圖紙的手 還有這個砧板 還有菜刀 水火刀 總共四個檢查裡面 在優師的手 和身上 和上面就一個檢查 那這個檢查是有培養液跳過的 然後都可以見到一個名教聚酸 那我們就可以證實這個名教聚酸 曾經出現在保齡堂市A13店 優師手上有 一定是他去摸的某一個食材上面有 然後經過優師的手 後來優師的手也是間接的 所以到底哪一個食材上面有 現在還不知道 可是我們至少可以知道 那一家店在事情發生的當時 真的有這個名教聚酸 這個檢查存在 因為現在沒有食材了 食材3月26日 食藥廚去採的時候 就已經說3月24日 那3月19到24日的食材都已經溜遇 都已經吃完了 都沒有東西 沒有食物食材 所以環境裡面真滿那些病毒 假設我們四華以吃他的東西 那不一定要在那裡有切啊 對 你看 只有熟悉的手有多 所以只有熟悉的手有 那這個奶頭的肉就是蟲子 蟲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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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就不太了解了 我們之前強烈的華語是 因為根據過去的文獻 文獻也很少嘛 大部分大家都已經有很多醫師 有幫大家研究過了 就是有中國 印尼 莫三比特這些地方 那中國跟我們的飲食習慣比較接近 那他們就有一些華裔是有玉米製品 濕冷米的製品 所以會把這個國宅調略為優先調略 但是當天的食材都沒有 所以沒有辦法知道原來在哪裡 但是發病的人好像是24 不去吃的人是24還23 他如果食材都在 他每一天都會碰到 所以其實我們距離他最後一次 大概也是只有一天 不到一天的時間 那我們這個食股也非常非常靈敏的程序 大家上次的這個台糖豬肉事件就知道 它是非常靈敏 以我們來講 我們目前能夠驗到的最低 就是這個米酵聚酸的最低定量極限 可以達到每毫升0.2耐克 是嗎 但是為什麼說他會不會再往外 因為既然停車的時候是每一天 他會不會再往下一個地方下 比如說他摸過的刀頂上 會不會也有這個濃度的基礎 這個刀頂上的東西是透過我們要養氣菌的培養液裡面 已經稀釋到很多倍 然後呢 才在這個培養液裡面驗到 所以也許菜刀上面有 但是濃度非常非常低 對 然後呢 再稀釋這麼多倍 然後就測不到 我們不是直接測這個東西成生 所以大家要了解 我們是測這個東西 然後用柿子 多半是很像棉花棒的東西 去把它拆下來 然後把這一個像棉花棒的東西 放到這個培養液裡面 然後呢 七天之後拿出來 我們一點點培養 他之前不是講 每東西要吃一毛口 所以濃度跟這個不一樣 接下來 如果有死亡的鑑定的話 多黨這邊也會參與 如果是有死亡案例的話 如果檢體有送到我們這裡檢查 我們當然都會參與 這個案件的話 現在很多單位都有買入這個標準品 那當時案發的時候 我們是因為國內就只有莊基有這個標準品 那我們因為這個士林地檢署 跟新北地檢署的檢察官 跟法醫對我們所非常的信任 一解剖完火速 就把這個剛採下來的檢體 送來我們所立刻檢驗 那之後如果萬一有不息 我們當然希望不要再發生了 那如果有再發生 送來我們的鑑定 我們當然很樂意檢驗不愧 我們當然ALLANTA extracting 第 particulier 個人 我們覺得 天板 我們 你 我 funciona 我們 recipes 焰